斯洛文尼亚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中的第二轮决选 反对派候选人中间偏左的总理帕霍尔 在上个月的第一轮投票中领先现任总统蒂尔克 目前选民面对的主要议题是 是否支持削减政府开支和增税 霍尔赞成采取经济紧缩政策 而蒂尔克则表示反对 斯洛文尼亚在2007年加入欧元区 当时的斯洛文尼亚是欧元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是由于这个前南斯拉夫国家的经济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 其经济备受打击 目前斯洛文尼亚的经济总量 从2009年开始已经萎缩了超过8%